好,我们来看学乡练习 写出18所有的正因素跟负因素 那上了国中以后我们学了用乘法来找他所有的正因素跟负因素 速度就会快很多 就不需要一个一个慢慢除 所以18我可以写成1乘以18 可以写成2乘以9 可以写成3乘以6 4不行 5不行 6 638 那就跟3乘以6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正因素就是1236918 那负因素呢 一样啊 我可以写成负1乘以负18 可以写成负2乘以负9 可以写成负3乘以负6 好,所以我就要找出他所有的正负因素了 因此啊,因此啊,我们就可以知道18的正因素有谁呢? 我们要由小到大来写喔 有 1,2,3,2,3,6,9,9,18 那他的负因素呢? 由大到小 我们来写看看喔 他的负因素有 负1,2,3,6,9,跟负18 那这个由小到大的正因素 有一个特性喔,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看喔,他会乘对 比方讲 1乘以18 等于18 1,18 2乘以9 2乘以9,第2对 3乘以6,第3对 那你会发现 负因素其实也是一样 负1乘以负18 然后负2乘以负9 那负3乘以负6 他都会乘对的出现喔 第1个接最后一个 第2个接倒数第2个 第3个接倒数第3个 会有这样的特性 那后面有一些题目 我们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特性喔 好,这就是第1道的水龙练习